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来到了池袋展 介绍一下韩式半吃住餐的店 从池袋东口住餐 彼此走,不幸一分钟就到 这家店就在这栋楼的五楼 今天介绍这一家 哈努里在日本已经开了13年 韩国传统料理 而且是被韩国食材团和福布营养专门学校 评为优秀韩式餐厅的店 这家店还是连锁店 在涉谷、新桥、池袋都有店 一共五家店 这里不能使用微信、负宝和银联卡 店内80个座位 有这样看风景的 还有这种市面都是墙的 水泥墙砖块风格 今天就在这里 两个人的座位 桌子上有三种调味料 还有一个点餐铃和放包的篮子 这家店午餐时间11点30分到17点 时间够长的呀 点一份主餐后 蔬菜、沙拉、泡菜 三种配菜、果汁、水电池 主菜就是一些韩国料理店都有的 各种口味的石锅拌饭 还有一些烤牛肉 价格一般不会超过1000日币 还有生鸡汤、炒菜 冷面之类的 选择性还挺多的嘛 最后就是这家店的特色菜 酱油虾 而且口味有三种 价格有点贵 我点的就是这个 韩式辣酱、虾盖饭 这里是自助餐渠 这个配置和我拍的其他半自助餐厅 差距有点大 不知道味道如何 煮菜一上来 觉得还挺不错的 红红火火 中间还有个蛋黄 第一轮就拿了那么多 就从蔬菜车拉开始吧 蔬菜车拉加了海苔 有点海苔的鲜美和甜味 比其他店的味道丰富一点 番茄汁 番茄味道很淡 喝起来反而觉得比较清口 来一口主菜 哇哦 这个主菜真的很好吃 红色的甜辣酱汁 味道浓郁 里面还有用麻油炒过的樱花虾 这一口真的很鲜美啊 再配合蛋液吃一下 蛋液丝滑 酱汁浓郁 樱花香鲜美 配上热腾腾的米饭 非常下饭 汤就是很普通的裙带菜汤 有点胡椒粉的味道而已 再吃一下这个配菜 豆腐四边有点硬 里面嫩滑 味道有点辣 蒜苗吃起来也一般 就是炒蒜苗的味道 哇哦 这个15厘米的大虾真好吃 肉质有弹性 配合甜辣的酱汁 很下饭 三片海苔包着米饭吃 像在吃饭团 各种的小菜配着米饭 和这个大虾一起吃味道也不错 还有榨菜和腌萝卜 味道都不用多介绍了 配泡饭应该也很不错 不过这里汤不是自助的 不然就可以汤泡饭了 全部吃完总结一下 煮菜味道可以 配菜和蔬菜色料味道一般 追求质量的话不推荐 追求经济实惠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